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食譜就是士多啤梨果醬 材料有士多啤梨15粒 半個檸檬汁 和冰糖50克 首先把士多啤梨的定量拿走 醃的部分拿走 可以用粗的飲筒或用筷子或用手撕 用哪個方法就可以了 剪掉定量和醃的部分 沖一沖水洗乾淨 然後瀝乾水 拿去切粒 如果想有口感一點 就像我這樣一開三四 或者有一半切大粒 有一半切小粒 有些不同的口感 我們把半個檸檬渣汁 大約1匙斤的檸檬汁 我們把核子撩起 你也不想吃果醬的時候有些核子 就把核子撕起 就是要些醬汁 果肉也可以的 一切準備就水就可以開大火了 我們開大火就放了一些士多啤梨下去 全部倒進去 盡量放平 之後我們繼續開大火 之後我們就倒1匙斤的水進去 之後倒1匙斤的水進去 然後倒1匙斤的水進去 再倒1匙斤的水進去 之後倒1匙斤的水進去 之後倒1匙斤的水進去 然後倒2匙再倒1匙斤的水進去 繼續保持大火 那這次我會用冰糖烤它 如果你不喜歡用冰糖 你用砂糖都可以 不過我覺得冰糖好像清甜健康一點 我這次大約用了50克的冰糖 49.3克左右 差不多50克 之後就等冰糖溶了 你試一試味 如果你覺得想甜一點 你多加一點都可以 因為我的口味未必跟你們喜歡的一樣 所以你如果跟我的食譜煮完之後 你一定要試一試味 如果喜歡可以加多一點 煮到冰糖溶之後 就可以轉小火 慢慢去熬爛它的士多啤梨 你可以攪拌一下 你攪到那個狀況 待會你看到有什麼狀況 就可以上碟 狀況就是你打斜的碟 刮一刮 那些醬是慢慢瀝下去 不是滑一聲滑下去 沒有了痕 那些就太水了 那如果你熬到這個狀態 就好像我這樣可以 可以放起 攪凍它 凍了之後放入瓶 之後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三個小時 那它就會更加更加 漿著 即是更加濃稠 希望你們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士多啤梨果醬 很容易做又健康 因為全天然沒有防腐劑 盡量一個星期吃完 其實這個醬 你除了用來茶多士 其實你可以用來煮這個 士多啤梨咕嚕肉 下次再試用這個醬 煮給大家 別人的咕嚕肉 沒有用菠蘿 其實這個醬都OK 但是你把菠蘿 變成士多啤梨 然後再加這個醬 就十分好吃了